宋陶有一位残师 每次说法都有几百个学生 聆听他的法音 很多很多的学生 在七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天他突然沐浴之后 他就升座 升座的意思就是 法师在开场之前 坐在这个椅子上 坐下来叫升座 所以过去叫升座 对不对啊 就教你了一点 因为他要反说呢 皇上死的不能说死的 叫架座的 听得懂吗 不懂的人叫架出去 所以要记住 他叫升座 然后他告诉大家说 你们今天都不要动 也不要说话 老僧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因果报应 结果到中路 一位军营的武官来了 到了这个庙里 拜拜佛突然看见 他坐在那里 马上拿出弓箭 就表示了 这个时候 财师跟和长说 老僧已经等你多时了 这个时候 我官才惊讶地说 我不认识你 为什么我就想杀死你啊 为什么我就有这种欲望 想把你设置啊 他说 说 切在盘前 贱命 藏命 因果不爽 请你下手吧 不必死云 端坐在椅子上 这个时候 这个军官突然之间 感觉很奇怪 就要问那个法师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为什么会今天这样 这个禅师就把他四十年前 打死的那个人的情况告诉他 所以这个武官从来不认识自分 突然当生的迎师一顺 叫渊渊相报 何时了 节节相传 岂偶然 不如与诗 具体的诗 如今立地望西天 一个人必须懂得因果 不管你军生修为多高 功德有多大 君是逃脱不了因果定律的 因果报应 只有在彻底醒悟 绝不造阴 造心业 才是唯一的去托之道 台长就是解释了一个问题 告诉你们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今天在做功德 天天在布施 我布出了这么多 为什么我还在受苦 菩萨呀 你开开眼 为什么不救救我呀 因为这是你过去造的因 所以你现在必须承受火爆 如果哪一天 从今天开始 你拼命地造善音 要记住 种下去 不会马上长出来 我们从今天开始 做了不做 就做善事 每天造善音 种善火 你们等着吧 很快的 就让你们 滑起充满 心想事成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台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